- 理財分判中,財路自然通,理財分判中,林修榮 有些家長問我,為子女填寫花莎表格 申請大學教育經濟援助的時候 曾經按當時的資產市場價值申報 但在遞交表格之後,資產的價值有改變 例如,資產的價值比以前增加或減少 是否需要修改花莎表格的資料呢? 花莎表格規定,你申報的資產價值 是以填寫表格當日的價值來計算 之後,不論資產的價值增加或減少 都不需要修改表格 只有在資料有錯誤的情況下 才可以在申請之後去修改 如果利用互聯網遞交花莎的話 就在網上做修改 假如是用郵寄花莎表格 就要在收到學生援助報告 SAR之後 按報告上面列出的程序去修改 花莎也都有規定 假如家庭的經濟情況 在申請之後有重大的改變 都可以通知大學的經濟援助部門 請求他們在計算援助金額的時候 考慮到那個家庭的特別情況 這些情況包括父母工作或收入有重大改變 家庭成員有嚴重疾病需要等等 至於大學是否會作特別考慮呢 就完全是大學自己決定了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本中見面